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逆更频道 这一集同大家看一宗原案 这宗原案已经过了20年的追溯期 这宗案当年在大陆是好出名好轰动 空手到现在今时今日二十几年 都仍然未找到人 这宗案是1996年的南大碎尸案 这宗案之所以出名 就是说到一个南京的女学生 是被人残杀然后尸体 竟然被人片成2000多片的肉片 这宗案件无论放到何时 都是一宗惊天大案 但当时可能偵查的技术比较差 DNA技术也没那么成熟 所以到现在都未能够找到空手 在1996年1月19号 这一日刚刚落完大雪 靠近市中心新街口的行仔 有一个清洁工 在垃圾堆里托到一个 由黑色胶袋包住的碎肉块 一开始他以为是猪肉来的 家里环境比较差的 他是选择带这些肉回去 他是想着可以吃餐饱肉啦 看看能不能够清洗完之后 选择一部分出来吃 他将那些肉倒在地下的时候 竟然发现里面有几个手指的物体 吓到他大声喊了出来 他隐隐悦悦觉得这些肉 不是自己所想像的猪肉 他觉得好害怕 即时走出自己的屋 然后打电话报警 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即刻赶到去清洁工的家 法医当场断定 这些是人肉 而且只是一部分 警方又开始对周围的店铺、 医院、 各个公共场所进行排查调查 一日下来 11个黑袋被人发现里面 是装满肉片 去到2000多块 换言之 这个尸体是被犯罪人分屍 警方计过 一共2000多块的肉块 经过多日来的鑑定 警方最终确定 司会是来自同一个人 而且好大概率 就是当时刚刚失踪了的 南大学生 刁爱青 而在1996年的时候 刁爱青是未满20岁 遇害的时候 他只不过是一个农村 去到南京 读南京大学成人教育学院 3个多月的女学生 3个月 那就死了 他交制圈是好细 刚刚来到南京 不会有太多朋友 所以亦都无存在所谓的感情糾纷 去到1月10日夜晚 刁爱青同平时一样 吃完饭之后 出了去散步 与平时散步不一样的是 这一日刁爱青心情不太好 就在吃饭之前 他因为同宿舍的女孩 违规使用电器 被学校查到 然后罚他 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刁爱青床上的皮铺铺好 在当年 网路 资讯 所有东西都不发达的年代 很明显 刁爱青是想散步回宿舍 直接睡觉 不过他这样一去就没再回来 刁爱青失踪前几日失忧 是没察觉到有任何问题 他们都以为刁爱青回老家 等到五日之后的期末考试 老师发现刁爱青是没过来参加考试 就将这个情况回报给学校 学校当时第一时间是联络他家 而另一方面就觉得不太重要 所以没报警 一直去到1月19日清洁工人 发现到失败 学校就通知刁爱青的家人 知不知道女儿去了哪 刁爱青的父母先赶到南京 1月21日 父母发现当时阳子晚报刊登沉思讯息 不过就算是这样 父母是不相信刁爱青已经死了 但是虽然他们这样想 但是把口整日都自言自语 在说女儿没了 去到1996年2月 专案组成立 然后入住南京大学 对被害人周围进行一个详细调查 案发之后 由于这件事 性质太惡劣 南京警方很重视 而且是进行人海战术式的调查 工作组不断进行不录 不断採集指纹 不断收集各类的线索 由刁爱青的同学调查到老师 由学校的管理人员 一直到出入学校的工作人员街边 店铺 城区 闹市 凡是安发时间周期内出现的人 警方全部都有问过 根据当时的学生回忆 凡是有少少狡猾的人都会带回去问话 而当时这个案件 警力投入是相当之巨大的 在南大附近十公里内都布满便衣警察 第一是想找线索 第二是想防止兇手再次犯案 但刁爱青只是一个普通女学生 又无情感糾纷 好平凡 这个人太平凡令到警方难以落手去追查 最后警方只能够由兇手的犯案能力工具和心理去做排查 对各方面都查了一次 但仍然是发现不到兇手 这案件就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未捉到人 而唯一可疑的就是1月9日 即是刁爱青失踪前一日 那一日他全日都没在学校 就说乡下有个乡里来南京陪了他出去玩 至于失踪当日 刁爱青就因为早上身体不舒服 一直都在睡房 去到晚上才出门 这样就有问题了 当年冬天来的 温度好低 零下的 身体不舒服的刁爱青 为什么要晚上出去呢? 再结合前一日突然之间出现的乡里 会不会就是出去找个乡里 好有可能是熟人犯案 加上刁爱青本来性格比较内向 交友范围都很小 如果不是有人约他 没什么可能是选择在寒冷的晚上出门下 而这个之前令到刁爱青 九堂外出的老乡 好明显是嫌疑人 而且最奇怪的是 刁爱青去过那边做过什么 没人知 甚至乎这位嫌疑好大的乡里 都不知他身份 甚至是否有这个人 警方都不知 因为整件事都只是在刁爱青的同学听回来 即是说线索来到这里断了 而抛尸证物其实提供的线索是会多一点 首先由抛尸地点来看 犯案现场大概率是南大附近 而空手选择的抛尸地点和路线都很隐密 看得出 他对周围的环境很熟悉 所以大概率就在这里附近住 这个是当初警方选择大规模排查盘问 南大附近居民的主要原因 其次由发现的尸体碎片来看 空手好有可能是一个熟悉尸体解剖的人 而且刀工不错 因为要将尸体完全拆解 而且拆到二千多片碎片 普通人做不到 由这个逻辑来看 医生、屠夫、甚至乎在餐馆的厨师 都是重点排查对象 当然 猎人这个职业也是其中一个围对象 因为警方在一个抛尸的袋里面 发现到管营的印记 和黑火药的残渣 即是说 这个袋曾经是装过猎枪 他的持有人一定是有打猎经验 而猎人在外面打猎 整日会对猎物尸体进行解剖策 亦都符合前面的推断 最后还有一点 犯案现场的确定 根据警方的技术调查 可以确定雕外称 不是死于失踪当日 而是死于三四日之后 他很有可能被空手握出去 或者绑架去其他地方 折磨了三四日才死 即是说 涉及到囚禁和分屍 无论是哪一点 都需要一个很隱蔽的作案场所 而且在南大附近 最重要还便于清理 因为案发之后 警方很大机会逐家逐户查 如果不能够尽快清理痕迹 一旦被人找到犯案 现场估计这案 就能够破到 但好似这些地方 其实都不少 例如餐厅后柱 一些比较小的屠宰工作坊 甚至有一些废弃的室内建筑 即是烂尾楼都能够完成得到 警方虽然根据这些线索去调查 而且是做了一个有针对性的排查 但依然找不到进一步的线索 当年是没什么监控 亦都是网络未能够普及的年代 所以警方对这一类案件的 亦是正确破手段很有限 只能够根据这些有限的线索去做推理 再做人工排查 如果这案件是发生在现在 那就简单好多了 可以通过监控 可以查到全部东西 但现在这案件发生在 那么多年前 根本当年就没这些技术了 而网络上一直流传着几种说法 第一就叫克尼撒说 克尼撒是一个在天涯发帖的网友 他认为犯罪嫌疑人是男性 案发时候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 极有可能在30岁以下相貌端正 气质成熟稳重性格内向为人牽和单身 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程度高 喜欢听音乐可能都爱好文学 住在南大隔离独居 懂得一些医学方面的知识 但就无人知道了 因为他描述得太过详细 好多网友认为他是兇手 警方甚至参与调查 但最终发现他的贴文是无恶意 对案情的分析都是主观猜拆 第二个就是说有内莫 内莫说就是一个叫雕鸿軒主人的网友 他自己去了雕爱青老家调查 最后将采访资料汇总发表 他就说个案情是有内莫 然后将矛头指向了一些特殊部门 后来经网友鑑定了 内莫说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就是作家说 作家说就是有一个叫王大俊的作家 在1998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 描述了一宗女大学生碎尸案 在作品中 王大俊说雕爱青 可能与南京的作家圈有关联 网友于是吵着 最终怀疑王大俊就是空手本人 如果不是 作品无可能那么仔细 最终被证实 王大俊与克尼萨一样 都只不过是对这案件 进行了一个很精细的描述 不是空手 最后一个就是同学合伙说 2009年 有一个网友叫潜水 潜水多年 在天涯法帖提出宿舍同学 合谋杀害雕爱青的看法 当时同学几日不报案 同学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引发了网络讨论 这个时候舆论满天飞 而警方亦都及时辟调 证明了已经对相关人员 进行了多次的调查 绝对不存在同学作案的时机 就是这样这个说法先终止 而这个雕爱青案件 到现在二十几年 这件案都未破空手是哪个 空手死了未都未知 而这件案件去到近年来 亦都有新进展 在二零一年雕爱青的家属 就去到南京法院 就她个女儿遇害这件事 起诉到去南京大学 要求校方承担文事责任 但是去到四月六号 雕爱青的姐姐就发文 就出于各种因素 她们决定撤销控诉 文章里面提到 作为受害者的家属 都现在都未等到南京大学的任何回应 而雕爱青的姐姐就在文章里面写到 说她们希望南京大学能够给一个回复她们 这二十五年一直在等等等 安发前 她妹妹在学校经历做些什么呢 她们是想知道的 她们同时希望南京警方能够继续查这件案 等空手落网 还受害者和死者家属一个答案 因为她的父母不能够再等了 不过当时南京大学的回复就说 知道件事进入司法程序 会尊重司法程序 但是这件案是没有立案 说自己还不是被告 但是最后这件案是撤销起诉效方 那即是说 现在这件案仍然是一个原案来的 到现在都未查到 除非是有一些很决定性的证据出到来 但是就算有这些证据都好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 还可不可以确定到这些证据是和这件案有关呢 好了那今集和大家看了这个案件 大家有什么想说 下面留言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